阿翰是不是要开始模仿了 都懂 大家好 我是阿翰玛利亚 阿翰台志远担任走中奖嘉宾 两人一上台 阿翰就模仿了木耀寺全员阿布玛利亚 更提到了敏感问题 木耀寺其实不是解散 它是自然消失了 因为他们大家觉得更有发展 他们都自己去发展自己的频道了 台志远先前证实 KID 坤达等人的木耀一代 坤已经退役班底却都一问三不知 台阁解释是自然消失 而走中奖的尴尬场面还不止这 就是这个啊 就是这个啊 你没有AB合约啦 就是他啦 里面真的没有写啊 对耶 真的没有写啊 那个合约在哪里 不是 不是 我们真的没有得奖名单耶 大舌弯洋葱等人颁奖时 卡片居然出现了AB版本 让他们全慌了 只能靠笑话的撑场 走中奖场内玩得起劲 场外却是 台大体育馆场内设备所发出的低频共振 加上场外的柴油发电机 巨大声响也让住户部的安宁到了晚上 拆除铁架时的强烈敲击碰撞声 直到凌晨三点还再来了推高机 在一点多的时候都还有敲打的声音 因为他们要拆除门前的那个铁架 货车的引擎声的确是很大的困扰 晚上的金属铁管碰撞的声音 真的让人非常困扰 真的没有办法睡觉 民众投诉环保局 环保局回应到住家门口实际测量 数值并未超标 只不过半活动半夜拆除所发生的巨大声响 让住户伸手其扰 只能重复求助1999 让他们也大贪 实在无奈 蔡薛和高温声音是很大的